全家一起来 纽约地区的华人第一场 中国青年的庆祝活动 民俗文化节 现在要抢先登场了 现场呢 写春联 念美人各种的民俗技艺 仿佛就是走入庙会一样的好玩 程序去年第一届的成功 在迎接今年的同时 美国华人社团联谊会 继续举办第二届民俗文化节 多位民俗艺术家共襄盛举 除了有多位书画家 为民众写春联 作画 并有现代风味的立体春志 趣味红包灯笼 现场剪纸 还有小朋友的最爱 捏气球与面人 多个摊位内容丰富 现场有纽约州参议员 史塔文斯基 市议员顾雅明等政要 参加活动剪采仪式 产面热闹且隆重 大家举办这么一个 别开生命的 庆祝新年的活动 我们有剪纸 我们有写春联 我们有拆迷雨 还有了这个地方的小吃 来庆祝新年 你看今天这会场的部署 也以红色为敌 喜气洋洋 由杜宝珍主办的捏气球摊位 是小朋友的最爱 小狗金鸡无不为妙为翘 旁边上市云的捏面人摊位 不遑多浪 对在美国长大的小孩来说 更是惊喜连连 我这是个面树艺术 各面树可以做很多动物 小朋友喜欢的花 鱼 今天是鸡年 所以我做了很多鸡 祝大家今年吉祥发大财 面面人 开心 有检子神童之称的沈静如 今年才19岁 在美国长大的她 检子都是无师自通 为了传承中国文化 亲自教小朋友检子 检子是专门新年的时候有的 所以过来教教孩子们 然后大人如果想要带一个机回去 都可以我帮他们捡 我在做一个 一个 Panda 很好玩 由法拉圣大纽约老人中心 主导的趣味红包灯笼 也吸引了众人目光 几位老人们开心地为大家 免费折红包灯笼 并送上祝福 今天也把老人都带到这里 来参加这个活动 他们也很开心 把自己的一些 拿手绝活 然后免费地传授给社区 为我们这一次新年民俗节 呢 凑个热闹 我们做的这个叫鸡香如意 我们是完全是义工 不收不收那个空间的 现场各式各样的摊位 还有两个小时不间断的文艺表演 还没过年就感受到 有如庙会般的春节气氛 东森新闻 廖子怡 在纽约采访报导